记者邱昊棠台南报道,美丽岛电子报日前公布民调,在民进党台南市场初选一战中,严淳佐的支持度从年初5%上升为13%。 对此,民进党台南市党部主委严淳佐表示,他是众家参选人支持度唯一上升的机优成长股,短时间就上升三倍,而且他自行做的民调数字还不止如此,可见市民对新市长的期待,是希望有行政经验,了解市政的人来出任市长一职。 不过,尽管民调数字亮眼,严淳佐仁不会言指出美丽岛电子报有缺失,他强调,应该以9月的数据来做民调升降比对,而非用5月的数据,此举只只会显示其刻意操作预期的结果,让媒体民调的公平性产生疑虑。 严淳佐表示,行政院长赖清德9月北上后,美丽岛电子报就曾调查,以您认为赖清德担任行政院长以后,会比较希望谁能够代表民进党参选台南市长,未提,他的排名已是第二名,与第一名仅差9,8%,而昨日相同题目的调查结果更仅胜0,4%的差距。 严淳佐强调,这是努力近10个月的成果,也肯定台南市民的智慧,终于看到12年默默耕耘的台南长工,市政医师,他的阵营将越战越勇,37区服务团队的积极度锐不可挡,为了捍卫台南这片土地,疼惜台南市民,他有信心通过出手提名,且以更符合大台南市民的期待,创造台南称为健康。 幸福的城市